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要講的是水的自解離 那其實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方程式來 水本身其實也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水是電解子 因為它產生的這個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的濃度 真的實在是太低了 所以你頂多只能說水是 如果你硬要說它是電解子 那你要說它是極弱極弱的電解子 那甚至我們如果在實驗室 在化學實驗室有些比較高級的實驗室 他們用的是很純的水 那他們那個很純的水就是要去監控說 這個水到底純不純 那它其中的一個指標 就是看這個水的導電度 因為它產生的氫水產生的氫離子跟氫氧根 你看到這裡都是死的-7次方大M 所以它濃度相當低 所以純水的導電度相當低 那反過來說它的電阻值相當高 那純水的電阻值相當於大概有 十八百萬歐姆左右 所以甚至這個水的導電度 也可以看也可以當做它純不純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寫這三行 粗跟反應跟末 那粗的話水的粗濃度是55.56大M 那水的濃度為什麼是55.56大M 我在後面這裡講一下 水的濃度為什麼是55.56大M 那我在這裡呢 我在這裡好了 我就取一公升的純水 我把它寫大一點 我就取一公升的水 那取一公升的水 它的體積末爾濃度 那麼體積末爾濃度就是 融子的末爾數出於整個溶液的體積 體積是一公升 那一公升是 水的密度是1 所以一公升就是1000克 然後把1000克出於水的分子量18 就當作水的末爾數 那水的末爾數就18分之1000 那一公升 那出起來就是55.56大M左右 好 所以呢 純水的濃度我們就算是55.56大M 或者是55.5大M左右 55.6大M左右 都可以 好 那 所以水的濃度就是55.56大M 那解離產生的氫離子跟氫氧根 就使得-7次方M左右 你注意這25度 25度西下水 解離產生的氫離子跟氫氧根 使得-7次方大M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說水其實解離度相當低 那這個解離度呢 解離度α 解離度α 我們來講一下 來這裡好了 這個純水的解離度 現在這裡 解離度α 那α怎麼算呢 這個α就是說它解離的量 除以一開始的量 解離的量 那解離的量在這裡 死的-7次方大M 我們把它帶進來 解離的量 就是死的-7次方大M 那除以什麼呢 它的粗濃度 那粗濃度在哪裡 就是這個55.56大M 就是它的粗濃度 所以把它帶進來 然後再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它的解離度 解離百分率 解離百分率 那這個 你在算這一體的時候 因為55.56大M 剛剛我們說是1000除以18嘛 那我現在就把1000除以18拿回來 分之10的-7 乘以100% 有沒有 然後你這裡 兩個0 消掉兩個0 然後移過1上去 所以18 乘以10的-8 所以1.8 乘以10的-7次方% 這純粹的解離度 1.8乘以10的-7次方% 那或者是說10的9次方分之1.8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有10億個水分子 10的-9次方 所以你如果有10億個水分子裡頭 那只有1.8個會發生解離 只有1.8個會發生解離 所以OK 所以水的解離的比例其實相當的低 那溫度上升 這個畫一下 溫度上升可以增加水的解離百分率 那這個我們再翻過來看一下 方程式在這裡 大家看到 這個水的解離 它是吸熱 它的熱加在這邊 所以你加熱 你加熱的時候 你注意這個有一個叫熱沙特列原理 但是我們高一沒有講過 那這個熱沙特列原理很簡單 就是我判斷平衡移動的方向 那我如果熱加在反應物這邊 那我加熱 加熱它它就熱就太多 那想辦法把熱移走 那怎麼把熱移走 就往右進行 它往右進行的時候 就把這個熱轉換成這個 這個產物的熱含量 然後把它存起來 所以呢 加熱反應向右 那向右的時候就解離出更多的 氫離子跟氫氧根 所以呢 加熱溫度越高 它其實產生的氫離子跟氫氧根會越多 會越多 那我們先介紹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水的離子基常數 那水的離子基常數 是這樣 就是在25度C的時候 那我把氫離子跟氫氧根 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乘起來 那這個是離子的層基 所以叫離子基 那因為它是固定的 所以叫常數 所以這叫離子基常數 那在25度C的時候 測量的結果 這個離子基常數 是死的-14次方 那這個 只有25度C 只有25度C的這個數據 大家要背一下 25度C的時候 水的離子基常數 也就是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的成績 是死的-14次方 那其他的不用背 那其他的你要知道它的趨勢 那趨勢是這樣 溫度越高 比方說你們這個表格 它這個本來寫50度 你把它改成60度 它的數據把它改成10的-14次方 就是60度C的時候 它的常數比較大 這個常數就是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成績 那溫度越高 因為產生越多的氫離子跟氫氧根 所以60度的時候 它的常數變大了 變10倍 本來25度C的時候 是1乘以10的-14次方 那升高到60度的時候 它的常數變10乘以10的-14 所以溫度越高 它產生了氫離子跟氫氧根越多 所以它這個常數就越大 但是你注意 反過來如果降溫的時候 比方說降到10度的 降到0度的時候 0度 那去測量 發現它的離子基常數 那就是 1乘以10的-15 就更低了 這樣可以 所以這個離子基常數 或者說水的解離 那要吸的 所以溫度越高 產生了氫跟氫氧根越多 所以它常數會越大 那溫度越低 產生了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越低 那常數就越低 那所以呢 其實 其實 我們 我們這裡 水 水如果說 水什麼情況下 什麼情況下 是中性 那你要把這個 離子基常數 你把它 怎麼算是中性 你把它開根號 為什麼要開根號 我在旁邊算一下 比方說 他如果跟你講 這一個 KW 就是氫離子跟氫氧根 乘起來 等於10的-14次方 好 這25度C 然後呢 我們在25度C的時候 氫離子 如果問你 中性的條件是什麼 中性的條件 氫離子濃度等於氫氧根 所以那這樣 請你解一下 那在25度C的時候 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是多少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直接 因為它乘起來是10的-14 那他們呢 兩個又相等 所以中性的時候 中性的時候 那就是氫離子 這兩個相等 相乘等於10的-14 所以他們兩個 應該都等於多少 都等於根號 10的-14 就10的-7次方 那換句話說 之後呢 它只要給我一個離子機常數 那我把它開根號 那我把它開根號 那就是什麼呢 中性的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 我只要把它開根號就可以 所以大家OK 那所以剛剛這裡呢 如果說60度的時候 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 是多少 中性的水 純水的時候 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 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 是多少 那因為他們兩個相等 那乘起來就等於KW 所以呢 他們兩個都會等於根號 KW 所以在60度的時候 純水的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濃度 就會等於根號 10的-13次 10乘以10的-14嘛 就10的-13 那就10的-6.5 然後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所以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 純水的氫離子濃度會越高 那溫度越低 純水的氫離子濃度會越低 但是你注意 所以從0度到25度到60度 溫度一路上升的時候 這個水的離子機常數會變大 那氫離子的濃度也會變大 然後氫氧根的濃度也會變大 這樣OK 好 那麼呢 這一個 再往下講 那這個呢 它的意思 這個 這個呢 就是說 其實你在25度的時候 氫離子跟氫氧根乘起來 使得-14 然後呢 如果是中性 那就是氫離子跟氫氧根相等 叫中性 那如果說有一個水 然後有一杯水我給它加了檸檬酸進去 那它的氫離子濃度就會增加 但是你注意 這個氫離子跟氫氧根的沉積是固定的 如果我有一杯水我加了酸進去 氫氧濃度上升的同時 它氫氧根的濃度呢 就會下降 因為它們沉積是固定的 這個很特別 那比方說如果一個 有一杯水我給它加了 比方說鞍水 加幾滴鞍水進去 那這樣它的氫氧根濃度就會上升 那氫氧根濃度上升的同時 氫氧質濃度就會下降 因為它們兩個層起來是固定 等於10的 -14的 這樣大家OK 這一句話就告訴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表格這裡 你注意如果任何時刻 你要知道這個溶液 它是酸還是減 那你可以把它的離子基常數怎樣 給它開根號 那你就知道它中性的標準是什麼 好 這個呢 沒問題 好了 做做題目 請看到這個 它說假設在T1度的時候 T1度C水的離子基常數 T1度C水的離子基常數是這樣 4乘以10的-14 那T2度C它的離子基常數是9乘以10的-14 所以我們發現怎樣 從T1到T2的時候 它的常數變大了 它的常數變大了 那表示什麼呢 我們說溫度越高 然後它的常數就會越大 這我們再給它寫一下 我們再寫一下水的解離 水的解離要吸的 水的解離要吸的 這樣OK 所以溫度越高 它越容易解離 那越容易解離 它的這個離子基常數 温度就輕力指跟輕氧根的成績就會越大 所以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A A 那你注意 這一個T1是4乘以10的-14 T2是9 所以呢 所以呢 溫度 溫度呢 應該是T2度C 大於T1度C 溫度越高 離子基常數越大 那這個4乘以10的-14 大於 我們說25度C 你要背起來 25度C 它的離子基常數是多少 25度C 你要背起來 KW值 就是10的-14 所以這幾個人裡面呢 25度C 它是1乘以10的-14是最小的 所以25度C應該就最低溫 所以A不對 應該是T2大於T1 大於25 B 那解離度 這個解離度是這樣子 你溫度 你越加熱 那解離出的輕離子濃度就會越大 輕氧根離子濃度也越大 所以溫度越高 水會越容易解離 水會越容易解離 所以這個B選項 你給它助激一下 這一個 溫度 溫度越高 然後呢 立於向右進行 升高溫度 立於 向右 剛剛這個方程是溫度越高 就立於向右 那立於向右 它就產生更多的輕離子跟輕氧根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解離度就怎樣越大 所以它的α值 會越大 那解離度越大 當然它的離子濃常數跟著會越大 離子濃常數就是 輕離子跟輕氧根的成績 這個呢 大家給它助激一下 所以B B不對 水的解離度 應該是T2大於T1 所以 解離度 T2度C大於T1度C 好 再往下看 C T2度C的時候 純水的輕離子濃度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旁邊算一下 C選項 那T2度C的時候它的離子濃常數是這樣 9乘以10的負14 然後所以問你純水 那純水的條件就是輕離子 要等於輕氧根 跟離子的濃度 這叫純水 就中性的水 然後呢 它的離子激常數 輕離子跟輕氧根的成績 9乘以10的負14 所以各位 這兩式聯力 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成績又等於9乘以10的負14 所以呢 這兩式聯力 解得輕離子 跟輕氧跟離子的濃度 等於多少呢 等於3乘以10的負7 OK 所以呢 這個C是對的 C是對的 看到豬 T1度C的時候 T1度C的時候 在這裡 T1度C在這裡 好看一下 那T1度C呢 它的離子機是4乘以10的負14次方 所以呢 它的這一個 在旁邊先給它算一下 中性條件 那輕離子濃度 就會等於輕氧根濃度 然後多少呢 就是 KW值開根號 離子機常數的給它開根號 所以是2乘以10的負7次方 那現在呢 呃 這一個 它說T1度C的時候 如果水中的輕離子是4乘以10的負7 那它就是酸性 比重性還大 它是酸性嘛 所以它乘什麼呢 酸性 它不是問題酸性 它問你那輕氧根濃度是多少 那這兩個乘起來 輕離子跟輕氧根乘起來 要等於4乘以10的負14嘛 所以如果氢是4乘以10的負7 那當然輕氧跟1乘以10的負7 所以 珠是對的 這珠也是對的 C剛剛C是對的 珠也是對的 答案寫在這裡 C跟珠都是對的 E選項T1度C T1度C又是剛剛這一個 乘中性這裡 4乘以10的負14這裡 那如果水溶液的輕離子 是1乘以10的負7 那就比中性的還小 然後它是 減性 那E是對的 那輕離子的濃度 如果比中性的還小 這個E選項是這樣 輕離子的濃度 它如果小於 根號KW 那它 欸 抱歉了 這個是小於 那輕離子濃度 如果小於根號KW 那這樣它的輕氧根就會大於 根號KW 因為這兩個層積是固定的 那如果一個變小一個就會變大 所以這個容易是減性的 輕氧根濃度比中性的還大 輕離子比中性的還小 然後它就是減性的 這OK 這個老師幫大家註記一下 根號KW是2乘以10的負7 有沒有 那它剛剛的輕離子濃度是1乘以10的負7 那它不就酸性 那輕氧根濃度是多少呢 那就是4乘以10的負7 所以它輕離子濃度比較小 所以它是減性沒有錯 所以E是對的 好 第一看一下類體 它說哪一個會影響水的KW 你注意 溫度才會影響水的KW值 離子機常數 加熱會改變它的離子機常數 那這個酸性鹼性 這個都不會影響它的常數 那水量多拐也不會 融子 加了什麼融子進去都不會 它這個離子機常數是固定的 那只會受溫度的影響 好